嘿,大家好,我是豬豬鞋 每次這個大學學習成立出來之後 有一種是最緊張的 那就是那些考58分、59分的同學們 是不是都在開始祈禱說 如果哪一題可以送分 或者是老師大發慈悲全班一起調分 不管是用任何方法 只要讓我能夠達到60分的門檻就好了,對吧? 如果我現在跟你說 有一種方法可以讓你在不知不覺當中 就增加7%的分數 而且還毫不費力喔 這樣子你會不會想嘗試看看啦 同學們,你們的機會來了 一位來自於澳洲皇家墨爾本體工大學 RMIT的消費者行為學家 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在無形之中 增強學生的記憶力 讓他們在測驗之中的表現提高7% 重點是還完全不用多付出 任何的時間或精力喔 這個方法還是滿奇葩的 那就是改變我們閱讀的時候 眼睛在看的字體 他們和字體設計師合作 設計出了一種叫做 Senseforgetica的新字體 而且已經經過初步的實驗證實 使用這種字體可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力喔 你看這個Senseforgetica 最後這個Fogettica Forget 所以它意思就是幫助你 讓你不會再忘記讀過內容 那這是什麼原理呢? 改變字體真的可以增強記憶力嗎? 其實他們這個理論基礎很簡單喔 在這之前呢就已經有認知心理學的研究表示 字體辨認的這個難易度啊 跟人的記憶力是有點關聯的喔 他們這個現象叫做 知覺干擾效應 Perceptual Interference Effect 客家發現呢 如果我們使用了平常不常見的字體 或者是閱讀一些比較難以辨認 比較醜一點的字記的時候呢 雖然這會讓閱讀的過程 變得稍微吃力一點點 但是在不妨礙內容理解的情況之下 這種可以負擔的困難度 反而能夠刺激大腦進行更深層的儲體模式 在大腦裡面形成鮮明的記憶點喔 而相反的喔 一般我們課本所使用的字體 都是一些預設字體嘛 比如說心細明體啊 標凱體或是中文的 Arial Time News Romance等等的 就是因為太熟悉太好辨認了 所以讀過一之後呢 因為讀得太快太容易 大腦就不容易記住它了 當然你說那種醜過頭 真的是難以辨認的字體 也會導致你的大腦無從理解啊 所以這個時候記憶點就不會產生 所以這種極端情況之下就排除在外了 所以說根據這個 知覺干擾效應的理論啊 RMT就跟一位字體設計師 Steven Beckham合作 設計書的這套 有點難以用掃難的方式來閱讀 能夠減緩的閱讀速度 同時增加你記憶點的字體 聽話話我在早知道的時候 也順便看了一下 這位設計師的作品期喔 其實還真的有些字體是蠻好看的喔 那初期他們剛開始期限的時候呢 其實總共設計了三種字型喔 基本上是維持這個原本的Arial字體啊 只是在多加一些變化 比如第一種試驗字體是 插掉的部分的筆畫 第二種則是除了插掉部分的筆畫之外呢 還向左傾斜的8度 這和我們一般所使用的斜體 是向右傾斜的剛好相反喔 最後第三種字體則是 又從字的中間對半 其實造成一種不對稱性 我們設計好之後呢 他們請了將近400位在校生進行實驗喔 看看他們對於辯認 回想使用這三種字體的單字 會不會有所差異 那麼經過初步的實驗顯示呢 發現第二種字體的表現最好的 這就是最後設計出來的這個 Senseforgetica啦 比起一般預設的Arial字體啊 Senseforgetica顯示 可以讓學生記憶力測驗的成績 提高7% 好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沒有很多 但是各位可能沒有體驗過那種 被蕩邊緣的感覺啊 這個時候7%也是非常重要 這一點點差異就決定你 下學期到底要不要重修了是不是 當然這個只是最最初步的 實驗結果而已啦 如果你也想試試看 這個字體是不是真的有效 能增強你的記憶力的話呢 你也可以直接到他們學校的網站 下載這個免費的字型 那麼連結我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面的 你看剛好大學就是大都讀原文書嘛 看英文資料的 所以我想應該是真的可以拿來試試看的啦 但是呢 這學期恐怕是已經來不及了啦 所以下學期各位不妨拿來試試看囉 好啦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的這個 號稱可以提升你記憶力的字型啦 OK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按訂閱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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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